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手腕给划了 小王为什么要选择亲身呢 当记者带着这个疑惑与小王单独交谈的时候 小王用简单的一句话说明了原因 他提前我就是很心狠 但我一直拔不掉那个肺 没错 每个人都不喜欢受骗的滋味 可难道仅仅只是因为遭到了欺骗 小王就该如此轻率地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了 调解现场 小王痛苦地告诉大家 并非是他太过脆弱 而是丈夫的这种欺骗太荒谬 已经到了一种叫人难以忍受心如死灰的地步 很失望 不行了 绝对不行了 那么小崔到底骗了妻子什么 为何他的欺骗会让妻子绝望地想要结束生命 现场小崔父亲的一通电话连线 更让大家感受到了这种欺骗的巨大杀伤力 我说我是儿子的 他就不是人 我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妻子心灰意冷 只求离婚 父亲义愤填膺提出断绝父子关系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更是直指小崔的欺骗 荒唐至极 不容原谅 你叫坑人 怎么有这样的思维 我都真的很难相信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欺骗 小崔的这种欺骗又到底伤害了身边多少人 欺骗能否忠实 亲情能否回归 今天小崔又该用怎样的方式来弥补一切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时一位是王女士 一位是崔先生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两位当时来金牌调解 各自的诉求是什么 我现在很纠结 应该给她过还是给她不过 因为欺骗嘛 她就是觉得我一直欺骗她 这个我不否认 我看看就是 给她把那个心结看看 能不能给她打开 然后我们两个还好好继续过下去 我们先想这个欺骗从何而来吧 好不好 就从那个15年 她也会盖那个地纳嘛 就看一下那个小门市 做那个地纳生意嘛 15年年级的时候 打电话就不通了 也没信息了 找不到人了 消失了两年之后 给她爸爸打电话 她说她被绑架了 她亲自告诉她爸爸她被绑架了 电话 对对对 她说她被绑架了之后 说要500块钱的筹金 然后人家才能让我回来 她还对她爸爸说 不要报警之类的话 她爸爸当时也害怕 后来她说 那我都给你筹起来 你给人家说一说 然后接下来她就打电话 说你钱筹到了没有 就是一个电话 接一个电话打 后来她爸爸就想了 她是不是骗人的 你们当时就反映到了 可能她在骗 对 最终就是一分钱也没给她 自己回来了 我想问一下 接到电话说她被绑架了 我以为她真的被绑架了 开始的时候是这么以为的 对 就是她自己变的 她说的这个绑架的这个 我承认我跟我父亲打电话 是这样说的 你骗你父亲说被绑架了 要五万块钱 这五万块钱你要来 是准备用来干嘛的 你要说实话 一五年就是在外边 给她说的是上班的 然后没有上班 然后就在外边 跑着玩了一年 一共是欠了27万 然后你这些钱都从哪来 27万的外债一共是 有11万是银行贷款 然后别的钱 就都是借的 都是借的亲戚朋友 这个玩包含什么 跟朋友在一会儿吃啊喝啊 然后就是因为参与赌国了 吃喝赌 对 到年底了 没办法了 也就是说 跟我父亲打个电话看看 拿点钱 然后把人家的钱先给还上吧 就一整年的时间 就365天 她都在骗 每一句话都在骗 你的意思是 其实根本就没有好好上班 是吗 对 但是在你面前呈现出一副 她在上班的样子 对 我也就这样相信她了 你想过用这样一个谎言 去骗这五万块钱 会给你的家庭带来什么吗 你父母 你妻儿 他们会如何面对你这个电话 那打电话的时候 其实心里 也怎么说呢 有什么说什么 你不要自污的 毕竟我是儿子嘛 我觉得 这个做父亲的应该 应该是不是 就是说 儿子说被绑架了 然后 你利用了父母 对你的这份担忧 对 后来怎么就自己回来了呢 主要是她没饭吃 这上一分钱也没了 亲戚家里都借光了 然后都没人借给她钱了 走投无路 只好回家了 我那时候想的就是 大不了我回家 就是我父亲吵我一顿 打我一顿 跟她的话 她知道这件事以后 顶多就是离婚吧 然后我就这样就想了一下 还不如回去 自拼自导绑架案 欲想家人骗取赎金 以工作名义 满天过海 欠下巨款 在外逍遥整整一年 这绝对是在外人看来 都难以想象的一年 在外潇洒挥霍的这一年来 小崔她难道从未想过妻子 想过孩子 想过自己以后的生活吗 显然这些她都没有想 当她走投无路 只能带着巨额债务 回到家里的时候 她把这糟糕的一切 都抛给了身边的亲人 她欠下这27万的外债 你们家里包括她父母 你们在一起 有讨论过这件事情 没有 没有说过 我给她说 我说那27万怎么还 然后她说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她就这一句话 这件事之后 突然一下 她那个大伯来我们家了 她直接了当地就跟我说 你看一下这个借条 你给我签一下字 我就跟你还那个 六万块钱吧 说借她这个钱用来还 还那个银行的钱嘛 这就要你一个人签吗 对对 我说我也是受害者之际家 你为什么让我一个人签 我不签 主要就是因为我 一直欺骗家里来嘛 然后我大伯就是 我相信你 不相信你 我就是让你老婆 把这个借条给签了 我看看你还不还 后来我大伯就说就是 那要不然你们两个人都签 我说那也不好 我说我不签 我说那都是她的指 又不是我的指 我又是给她说话一遍 因为我不签嘛 她就给我发脾气 在那里怎么怎么怎么的 给我发脾气嘛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她想逼着我签那个借条 好了她大伯走了 她爸爸 她听到就说 我不签借条这个事情嘛 她就打个电话 我接到电话 她就说 你为什么不签那个借条 让你签一下怎么了 那是你们的事情 我说我为什么要签啊 我说那是你儿子的指 又不是我的人 后来我就直接 给她挂电话了 她妈不是上来了吗 说让你们签个借条 就怎么了 这件事情不是就解决了吗 就好像她的父母的意愿 就是说 好像命令我签字 你不签 我就我就怎么做怎么做 其实那个签了那个借条 也没什么 不像她说的那个 就是给她挖了一个坑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在你们要求她签这个借条之前 你父母没有跟她说任何的话 对 对吧 那么当她不签这个借条的时候 你父母跳出来了 这一点是她很难接受的 你明白吗 明明是丈夫犯的错 明明是丈夫个人欠下的债务 婆家人凭什么要让自己一起承担 想到这儿 小王心里说不出来的委屈 不过她的这种感受 小崔不能体会 她选择和家里人站在统一战线 认为妻子帮她承担责任 是理所应当的 因为当年要不是妻子提议 她不会出去做生意 也就不会落得如今这样 债台高处的局面 因为那时候我不想做那个门面 不想开 然后她觉得就是说 你看看你会干什么就开一个 你认为这一切是 当初我们说的验造成 心里特别不是好走 因为她的态度和她那个欺骗 看到丈夫把责任全部推给自己 小王很心寒 可以说 每当听到崔家人对自己的怨责时 她的情绪就难以抑制 三岁份我妈来看我了 然后她爸爸就在楼底下 我也不知道继续说什么 就反正就乱到天使的 大吼大叫 然后我妈下去说你们争吵什么呀 然后她妈就说道 如果你家闺女不开那个门市的话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非要开门市 导致着这件事情也不好吗 她妈就不讲理吧 她们家父母就 然后吵吵吵吵吵 我也 怎么说呢 一直冲冲就 就办了那一下垂涎 她爸爸准备把她放开 让她自己走 她让我自己走 然后她就抱着我下楼 然后去医院 路上在车上 给她爸爸打个电话 她说 爸爸我没钱 你能不能来一下 就说 你挤一下钱好不好 她爸就说 没钱 没钱就回家呗 没钱你去干嘛 回家吧 直接回家 然后她直接就把电话给挂掉了 之后那个钱 是我妈出的 这应该会让你心里 很伤心吧 我可以简单理解 就是不仅对她失望 对她的家人也失望 对对对 对她全家的都失望到了 小王对婆家人充满了失望 她表示 当初自己提议 丈夫外出做生意 出发点是好的 是丈夫自己不争气 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实在怪不得她 婆家人不应该把责任 全往她身上推 在她冲动做出极端之举时 丝毫不念及亲情 她多么希望婆家人明白 她也是一个受害者 丈夫的不成细 一直是她心底的痛 之前她出去上班 一出去上班 然后就感觉到累啊 什么的 想回家 这么快就给她父母药呗 你们结婚以后也是这样吗 结婚以后也是这样啊 你是为什么也没有工作呢 当时刚结婚我怀孕了嘛 那这每一分钱都得张口药 嗯 是的 那个要的感觉不好受嘛 心里不是支付嘛 假如我们要上超市啊 没钱嘛 然后给她妈要钱 要了几回是给了 然后再要的时候 她去要的时候 她妈不给了 不给的情况下 我说没钱花怎么办啊 我们俩就小吵了一架 紧了一下嘴巴 她妈看见我们小两口 小吵了一架 然后她妈给了五十块钱 我们就出局了 为什么要依靠父母呢 当你们俩 我也没有愿意 要 这种还需要管父母伸手要钱 连五十块钱这种 都得找父母要钱的时候 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已经习惯了 那时候好像觉得因为 比如说她刚才就会 她会觉得这种感觉特别不好 很难受 你呢 最开始的时候觉得 我就应该去跟父母要钱 我自己也觉得 我要好像就是有点练家什么 要是让我去干那种 就是这个工地干 一二十天 一个月左右的 我可以 让时间长了的话 我就要 就像她说的那些 我就会给她打电话说 要不然我先回去几天 你的意思是在外面待不住是吗 我父亲也说过 就是说你就是练家 小吹这番话让人感叹 一个已经结婚生子的成年人 竟然不肯自食其力好好工作 还要向父母伸手要钱生活 或许正因为如此 小王才会有 要小崔出去创业的打算 只可惜 小崔让大家失望 他就像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把这个家带入了 更大的困境当中 究竟小崔为什么会这样 他目前的状态 崔家人又会如何看待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决定连线一个人 小崔的父亲 当连线接通后 所有人都震惊了 除了这个 让大家都感到愤怒的小崔之外 那个在他身边 一直希望他自立自强的 妻子小王 似乎在这个电话之后 也得让我们再去 重新认识一番 先生您好啊 我们想先了解 看一下 就是父母对儿子这边 你们是什么样的看法 我说我的儿子 他就不是人 因为什么呢 他前年 他不是投资一位信用卡吗 一个信用卡 我拿过来了 拿过来我叫他大爷 还了那个信用卡 作为父亲 我怕他拉入黑银杆嘛 但是他自己 他到银行房调查一次 他想了又办法 他用心赌了一张 又把那五千块也拿了 父母的 我怎么想啊 我作为父母的嘛 我没护制他的嘛 他吃的喝的 包括花的 我叫他学什么 我让他干什么 那都是我的钱了 我都出了 为什么没有把他单独 让他自己出去闯荡呢 他当时不是小嘛 我的心愿就不愿意 让他受罪 所以今天他的 他的爱人会说 觉得他是一个 没有责任心的人 也是一个不努力的人 不错 对就是那样的 但是他媳妇也是那样的 儿媳妇进我家 我可以跟你这样子啊 他没有进到他 做儿媳妇的业务 他也没有跟我家 做过一顿饭 爸爸呀妈妈呀 什么的 包括这称呼叫声 几乎相当少吧 不知道没有啊 那到这一步 他们父亲两个 出现了这事 再大的事 他们父亲俩没事 好像那事都是我的 他有两个儿子了 吃喝拉茶都是我的 我还有一个小儿子啊 我已经承担不了了 我的态度很简单 我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我都不管他 你说你作为一个大人 我只能管你成长 我不能管你一辈子啊 明白 好 自己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处理啊 对对对 刚才他父亲 其实更多的是 很无奈的愤怒 我不知道你听到 他的抱怨没有 听到了 我也跟他沟通过 跟他父亲 如果说到 他儿子欠款这件事情 他说我不管你们 一句话 我不管我不管 谁管啊 我父亲根本就没办法沟通 他就没办法说 跟你能有办法沟通吗 没有 今天的诉求是不想离婚 对吗 对 你做好了什么准备 先找份稳定的工作看看 到现在还没找个 因为前段时间 他不是搁外了吗 我一直在家照顾他 你有信心吗 对你自己有信心吗 应该 我挣个钱 应该可以让他们花去 你还要还那个利息钱 信用卡还没有还呢 人家一直吃着人家 在好不好 不还 你句话不还 他就这样 不还 我想刚才他的这番表态 他对未来的打算 一定会让你 很失望 不行的 绝对不行的 小崔一句不还 让在场的人很无语 从刚才和小崔父亲的这通连线中 我们感觉得到 小崔的不自立 爱撒谎 已经深深刺伤了他的家人 此前 一直恨服不成器 表示出 很想自立的小王 其实身上 有着小崔 类似的性格特征 他似乎也在 依赖着婆家人 给予帮助 而没有去思考 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调解到这 面对夫妻俩这种 不上进 消极的生活状态 调解员胡建云 看不下去了 小崔先生呢 你当然可以说是 你爸妈太仇你 教育你出了问题 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 说这些话 就跟没说一样 我就很纳闷 你花了27万的时候 还吃喝还玩 你乐什么呀 我就想不通 那一年 其实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那一年就那样 你知道吗 你真的是心非常狠啊 你一年在糟蹋家里的钱 家里没钱 一个人明知道自己家里面没钱 能狠下心在外面吃吃喝喝 你在良心的 那时候也烦卖 怎么你这样的思维 我都真的很难想象 而且最让人吃惊的是 你还能演 还能淡定地去演 被绑架 这不是一般人的心理素质 你知道吗 但是现在为止 你就陈述了一些事实 然后说一些莫名其妙的 听不懂的话 人家怎么信你呢 人家就没法信你 但是呢 又要靠你 因为你是孩子他爸 我也希望他能赶 为了孩子嘛 然后 让他父母嘛 就是说 先把那五万块钱 先还掉 因为是银行嘛 先还掉 然后不用出利息 然后我跟他一起干活 通过我们的 第一 他的父母不在现场 第二 第二 我们有什么权利呢 这头该怎么散了啊 出我职业 任何一个老人家 面对你们这个情况 也会疯不掉 他们就插问你 问一句话 你为什么嫁他呢 如果你们两个人 要往前走的话 我觉得你们还是要跟父母 要保持距离 就是要断的那个念想 你这个钱还不上 该承担什么责任 先承担 不要推到别人身上 胡老师表示 夫妻俩目前的出路 只有一个 断了依靠父母的念头 丈夫小崔主动承担起 自己的责任 而不是像过去一样 把责任推给他人 胡老师的这一观点 得到了观察员们的支持 此时此刻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跟小崔说道说道 因为小崔的行为 不仅触犯了道德底线 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二位好 厂商的南方 那一年临近除夕的时候 你给你父亲打电话 说你被绑架 可能大多数人会觉得 因为被索要的对象 是自己的父亲 或者自己的亲人 而且也没有实际的 拿到所谓的赎金 这个事情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根据我现有查到的案例 有一个和你非常类似的案例 而那个案件和你的 你的事情的不同之处在于 警方在当事人 去取钱的过程中抓获了 最后这个当事人 被判了实刑 罪名是敲诈勒索 所以法律不是儿戏 所以你今天坐在这里 只是因为幸运 第二 借款的问题 按照你们的陈述 厂商南方资金的27万欠款 绝大部分用于个人的生活和挥霍 这个在法律上应当被认定为 婚后的个人债务 但有一点 由于债主们并不知道 你这个借这个钱的用途是什么 所以法律优先保护 这些债主们的权利 推定为是你们夫妻的 婚内共同债务 厂商的女方作为妻子 又承担连带偿还的责任 当然你可以依法要求你的丈夫个人承担 这是你们夫妻二人婚内的责任分配 至于欠银行的债务 那是银行贷款 对吧 对 个人消费贷款 银行的债务 如果你逾期 也就是超过期限 没有还 或者没有完全还 很有可能被银行追责 纳入黑名单 纳入诚信私信体系 那是最基础的惩罚行为 但很有可能被追求其他的法律责任 通过你们的描述 我先简单地说一下我的想法 从家庭教育来说 当年父母亲 尤其是父亲对他是比较溺爱的 不溺爱 不会有今天这种状况 因为有这样的家教 他就形成了一个秉性 就是依赖 依靠 等待 甚至是好吃懒做 他不知道将来会失去 是的 但是呢 父亲也后悔了 因为溺爱到今天 发现危及到了他个人 而且呢 就是父亲呢 其实个性是非常强的 知道他的这个行为 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 他会很强悍的气势去对待他 他就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 恐惧的背后 就是撒谎 崔先生 您今天走到现在这个样子 没有态度 没有能力 没有愿望 您怎么过 我捕捉到一个词 您是说 去打工 我找那个朋友看看能不能 还去他的工地上打工 那个工地可以赚多少钱 那工地本身靠谱吗 崔先生 我想提醒您的是 您开口说话的时候 千万不要随心所欲 不经过大脑思考 一句话说出来 然后完了之后回去呢 又做不到 找很多的理由说 我做不到啊 有客观原因啊 那你的人生的性欲度 什么时候建立起来 你将给父亲一个什么样新的改变的形象 您将给妻子怎样的安全感 您将给您的孩子 怎么样的榜样 这都是你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只有你自己希望改变 愿意去做到 这个结果 好的结果才会出来 好好想想 南方 我想问你 你为什么要结婚生子啊 也是 我理解的就是 为了 为了生活嘛 你叫坑人 坑你的妻子 坑你的老爸老妈 坑你的孩子 你还说 娶妻生子是生活 生活要靠自私其力 你能说会道 你大脑很聪明 啥事都想得出来 连绑架这个欺骗的心理都演得出来 这一家人都陷入了困境 重要根源在哪里 就在你这个不孝子 你这个没有一点责任心 没有担当的男人身上 我有两点药给你 第一点药就是 你不恶习 必须要干 还有 有过 你一定要匪 因为你会匪过 你可能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只有自己去拯救自己 没有谁能帮上你 难道说 有人还会帮去帮一个好吃难做 坑门拐骗的年轻人吗 说没有 你必须自私其力 好好找份工作 踏踏实实的去把工作做好 靠自己的本力去赚钱 养去自己家 养好孩子 养好自己 要不然你就是个电视炸弹 虽然大家都认为 小崔的性格受了父母溺爱的影响 但小崔现在已经成年 而且有了妻子和孩子 应该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 时至今日 他必须拿出态度来 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做出实质性的改变 但此刻 心理专家李星平却提出 小王同样需要改变 因为他的身上 也有着消极的一面 或者说和小崔相似的一面 王女士 我说句不尽人情 但是却很讲理的话 他好吃懒做 我只能认为 你比他强不到哪去 你只是没那机会 走出去去做这样的生活 在形式上 你们形似又神似 你跟他有共性的生活需求心理 因为你很奇怪 你自己明知道 你们两个人毫无收入 接连生两个孩子 去朝公婆要钱 让公婆带孩子 其实在心理特点上 都是一样的 跟你讲 没什么区别 只是你丈夫做得更恶劣一点 还有一点 你表现非常奇怪的就是 你丈夫本身 这么恶劣的生活方式 其实你今天并不愤怒 你真正愤怒的是 对你公婆态度的愤怒 你公共对你的指控 也是有道理的 跟你没有办法沟通 因为在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 你并没有在第一时间 做出相应的反应 不管是表达你的态度 还是表达你的情绪 还是表达你的指控 你都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 为什么呀 因为你安然 这就是我说 你跟他相匹配的地方 所以你要搞清楚 你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们的婚姻走到今天 到底是你心里的哪个特点 在做税 让你愿意这样生活 你得把自己搞明白了 和王女士说几句 你似乎嫁给了一个妈宝男 你似乎遇见了一个不担当 不靠谱 不招调的一个男人 你似乎是在婚姻当中 遇人不输 但是 我却看到了你的一些不足 你希望父母能够搭把手 继续帮个忙 而你愿意站在一旁 乐见其成 你可能搞错了 如果说你把孩子 扔给公共婆婆去管 扔给老人去照料 他们能帮 已经实属不易了 还要去帮着你的丈夫去还债 帮你们这个小家庭 去解决经济的一些债务问题 根本不是他们所应该承担的 刚刚从电话当中我们听到 公共颇有微词地说 你叫也不太叫 我没有看到你对父母多少的感恩 老人没有这样的义务 说必须得帮你们承担这一切 所以你要学会引领这个没有力气来的丈夫 给他鼓励 给他信心 帮助他克服一些畏惧工作 好吃懒做的一些心理 同时你要自己去更加努力勤勉 你也要有自己的一份工作收入 去带动这个家走上一个良性的经济建设 解决家庭的经济危机 这是你更应该考虑的重中之重 而不是在这说 婚姻难道不是我现场来享受的吗 怎么还要我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所有的婚姻都是需要用心去经营的 老师们对夫妻二人给予了忠告 接下来为了帮助他们更好的自我反省 走出困境 廖阿姨把他们带到了密室沟通 一落座 小崔头一次自我检讨了起来 其实这么多老师说了以后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好像也 就是有点那个不成点 你觉得自己应该怎么做 实打实地说 我就一塌地 然后就在家 在本地那边找个工作 是啊 朋友出去啊 或者就是说 我们两口子一块去干点啥 然后慢慢地把那个债还了 一回去 你就找份工作 老老实地去干 可以去找 我下了火车就能去找 相比于之前的不自知 此刻的小崔有了些进步 他承诺愿意放下面子 买开步子 认认真真找活干 解决家庭的经济危机 不过对于他是否能够说到做到 小王有些顾虑 我跟他说了好多回了 可是到最后呢 他有没有给过他机会 好那你就这样的好吧 如果你回到家里 最脏最重最累的活 你愿不愿意干 可以去 愿意干 你愿意干什么 说到做到啊 你的信任现在已经是零了 再没人借钱给人呢 再没借钱给人呢 没有一个人 都儿理之年的孩子了 两个孩子的父亲呢 五十块钱 像大人是种多丢脸呢 廖阿姨再次向小崔敲起了警钟 与此同时 她跟小王也提议 试着再给小崔一次机会 好好思考下老师们说的话 认清楚自己的不足 各位老师 我的那个意见 我有想过了 就在家给我的公共捕捕呀 也有我的补兑 至于丈夫 今后的路怎么走 欠了这一大笔钱 特别是银行这笔债 你有什么打算 就回家 然后做公共商量一下 你怎么老去找公共商量 你也这样 孩子端端来以后 你也出去找份工作 你别给我我在家里 我打算就是给他断掉奶 然后我出去工作 小王说 他会尽快找一份工作 让自己独立起来 不再依赖公婆 那么密室交流之后 小王愿意再信任丈夫一次 给丈夫机会吗 小崔又能否像他承诺的那样 说到做到 做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呢 那下密室商量的结果吧 怎么决定的 回去先去找份工作 不管是脏活呀 累活呀 反正只要给钱的活就行 挣的钱先养的家 立刻行动了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他的话 我就是说 看看 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看看他 还愿不愿意相信我 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还不可以悔改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了 那我只好离开你了 你放心 这是调节回去 我争取自己去改 让你看到 让家里的人看到 那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这件事 其实 只要努力 只要啃食苦 这年头没有赚不到的钱 你看一下你这几年来的努力 其实你在走一种路线 就是又有面子 然后又能赚钱 这是你要的 把这两个东西捆在一块 你的腿就迈不动了 你就要记住 你当前来讲 谋收 和这个形象要拆开 你要爬在地上 让你赚钱 这可能就是你的处理 好吧 我开始承担起责任 一般来讲到基本的条件 都是很多人心里面最后一次机会 你妻子讲的并非假话 所以抓住这次机会 好不好 伴随着胡老师的忠告 调解落下帷幕 我们都期待着小崔从今天开始 能够有一个新的改变 不再像过去一样 作为一个妈宝男 作为成年人 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 他需要用实际行动 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除此之外 也希望小崔能够走出 谎言的迷惘 学会诚实守信 因为只有真诚对待他人 亲情才能挽回 他的人生的信誉度 才能找回 幸福才能向他靠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